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心灵年代作为灵感所设计出的绚丽风华 相较之下 穿着黑色小洋装的港型末位 选择巧妙的把蓝色调的土耳其时 青金时与白钻相线的蝴蝶胸针别在肩上 仿佛蝴蝶翩落下 显得优雅俏丽 当然价格也是令人择舌的上千万 随着春天到来 顶级珠宝展一场接一场 这大品牌动辄迎来 总价超过百亿的珠宝灯牌 有超过三百片作品 然后总金额也是最高 这次有超过一百亿大多的珠宝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台湾的客人真的有很多人 起来收成 有的品牌竟选出 大科拉数的红帽石 蓝帽石 足母绿凸显原石之美 有的则强调复刻设计 还用古老记忆 重现六七零年代的辉煌历史 在当时其实是崇尚自然 崇尚设计的原创性 所以大家看到我手上的手朵 其实它是还有一些 直谱的手工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那包括这样子 小小一丁点的细细的钻石 好像天上的星星 这样子微微的闪光 其实都是用手工 揉进这个金条里面 既然一到了辉煌 就少不了美丽的冠冕 细腻的夜状涡穴和滑寒装饰 就是二十世纪初 滑寒时期的风格冠冕 眼睛的人也许很面熟 因为它的主人就是巨星林青霞 去年在六十岁生日派对上 就是佩戴着它 这回特别商界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这顶 婚龄在婚礼上佩戴的冠冕 也是让许多女生尖叫 一共销上超过一千两百多颗钻石 价值三千多万 同样也在今年偏然来台展出 一件件在长家眼中璀璨的光芒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价格似乎也变得比较美丽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发单种活动 它来的时候呢 它会换帅 从欧元换帅过来 所以在今年的 如果在今年购买 其实是非常的有利 因为我们的伯爵是瑞士品牌 所以其实我们的价钱 也会叹瑞士法 所以确实在这个 以国际品牌来讲 定价确实是一个 还蛮头痛的事情 所以最后目前我们现在的价格呢 就是全面调升欧元区的这个价格 但亚洲市场目前我们就是 维持稳定的一个状态 除了汇率之外 钻石的价格还是没有起色 中国的买家跟那个所谓的二维色买家比较弱 所以造成白色的钻石在一卡左右的呢 它大概下滑了 大概10%左右 但是难关我们的彩色钻石呢 因为它之所以稀有 红钻 蓝钻跟绿钻呢 所以它不断地创新高 甚至有钻石商说 低迷的行情维持这么久 还是50年来首见 根据矿业资讯媒体的讯息 今年钻石生产将超过1.35亿克拉 较去年的1.31亿克拉高出3% 供购预求的情况下 每克拉平均价格比去年下跌2%左右 CNBC就指出 包括中国 印度与日本的消费需求下滑 在珠宝商买库存减少下 让打磨宝石的公司也受害 价格自然起不来 甚至分析师从钻石的行情 担忧是全球通缩的预兆 不过对照金融分析师忧心忡忡 对想买钻石的人来说 也许提供一个相对低的买点